听说你前锋看够了 那今天我们就换一个魔术师 先去盘电机 不要剪 既然小偷同学主动承担救人任务 我们盘电机就下来 再无法看到队伍时 这里就成了我们想了解情况的唯一渠道 经过几轮应久 知道队友升天 我们也即将盘看第二台电机 那你们也看到了 下一个上一的肯定就是倒地的野人 不用剪 开半水这段时间我们先盘完这台电机 剩下的交给小偷同学 我们就然 咱们面对手持酒吧开的蜘蛛 这一棵弹树就成了我们天然屏障 对方利用隔绝战术阻碍我们就然 眼看就有马上半逾 就然就然 诶 我都过我都过 看上队友成功期术离开 再六个黑台电机应该不难 接着盘电机 看起来是因为对方八条腿跑不住的四条腿 开始打起了小偷同学的主意 现在我们赶紧盘最后一台电机 而小偷同学就坐在离我们不远处的椅子上 那我们让半选的野人压界 我们去救人 能看到对方想放设法堵在了我们救人的每条路上 就在我思考如何不被半路截活的情况下 救亚队友是 那我们就 该不和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 吸引对方注意力 让对方好像意识到 找鸭刚刚的电机就结束了 开始追死准备压界的野人 那野人走了 还有我呢 溜溜了 那就给朋友争取干往大门的时间 给自己腰肌 最后一瓶去结束一下 再见